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第三阶段第八课,定时区与看门狗的学习 好,今天我们这个小节呢,主要想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看门狗实验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以及呢,我们这个看门狗的实验的一个具体的演示 好,主要就这个小节呢,分成了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看门狗这个代码是如何实现了 以及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分析 然后呢,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具体这个实验的一个再版的一个演示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流程分析 实际上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硬件看门狗呢 大家注意啊,我们这里面呢,我们这个实验呢,使用的是我们的硬件看门狗 我们使用这个硬件看门狗呢,实际上很多的工作呀 都由我们这个硬件自动帮我们完成了 因此呢,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呢,其实主要就是 首先我们需要触始化我们这个看门狗 触始化我们这个看门狗 好,具体的一个触始化流程呢,实际上很简单 实际上呢,就是触始化我们这个看门狗的这个控制器 实际上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看门狗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MCU的内部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定时器 它主要就是由一个定时器来组成的 好,我们主要呢,就是要触始化这个定时器 好,就是要触始化我们这个定时器 把这个定时器触始完成以后呢,然后我们启动这个定时器 然后呢,它就开始即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呢 发现我们没有喂狗呢,那我们就会复卫我们这个MCU 好,因此呢,我们这个第二个步骤啊 我们这个代码的这个流程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实现我们一个定时的一个喂狗 好,我们就要做一个喂狗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喂狗呢,就是给我们的定时器的 它们里面的一个计数值呢,让它清零 如果不清零呢,它就会一直计数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溢出的这个条件到来以后呢 就会对MCU进一个复位 好,这个代码的流程呢,就这样子 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这个CMSS库里面 给我们提用了这个CAMON GO的一个库函数 好,我们在这个实验里面呢,还是直接使用我们这个CMSS A4的这个库函数 好,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定时器 以及CAMON GO综合实验的这个工程啊 好,首先呢,我们要使用CAMON GO呢 当然我们就需要把我们对这个CAMON GO的支持呢,加进来 好,我们还在我们这个device里面 好,在我们这个STM32QHL,就是这个硬件相关层呢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CAMON GO CAMON GO呢,实际上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MCO里面呢,它有两种CAMON GO 一种叫WWGT,也是我们的窗口CAMON GO 这儿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窗口CAMON GO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独立CAMON GO 好,我们把它叫做一个IWDG 大家看,这个独立CAMON GO 好,这里面呢,我们要使用的是我们的独立CAMON GO 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独立CAMON GO的选项给勾选上 好,勾选上以后呢,点击OK 好,我们这个CAMON GO的这个酷函数呢 就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 好,下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CAMON GO 的这个CAMON GO 的这个CAMON SIS酷里面呢 给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个CAMON GO的一个酷函数 好,在这个酷函数里面呢 在这个酷里面呢 我们还是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 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酷函数啊 好,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它的这个摘要 这个摘要呢,就说明了 这是一个CAMON GO的硬件模块的一个驱动 然后呢,这个文件提供了一个中间键 这个中间的一些键呢 可以用来管理我们的这个独立CAMON GO 它包括了以下几个功能啊 首先呢,就是初始化和我们的一个反初始化的一个功能 还有呢就是一个IO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功能 以及呢,外设状态的一个功能 好,这儿呢,接着呢 这个它的一个说明啊 初始啊,就讲了我们这个CAMON GO的一些特性 好,其实呢,这边给大家特别提一下 大家以后在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参考这个厂家给我们这个酷函数来写代码 因为我们这个写的代码呢 不光是要我们自己能够看得懂 还要让别人能看得懂 看得懂,并且呢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也要 就是你在看你的代码的时候呢 你要也能很快的 能够把你的代码 当时你的写的是什么含义呢 你要能够搞清楚 所以说呢,这些注释啊 比如说这些前面的这些注释 一说明呢,就非常的重要 好,大家希望养成一个好习惯 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要对整个代码进行一个说明 对你的一个模块啊 或者某一个函数啊 都进行一个说明 好,这边就给大家讲啊 这个讲到我们这个 独立开门狗的一个特性 好,这特性呢 就讲了一下几个 看12345 好,讲了五个特性 好,这个特性呢 这儿呢 我就不给大家一念啊 这个都是英文 大家下来呢 自己看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这个下来呢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他的这五大特性 好,我们这边关键的是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来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驱动 好,就讲了 首先呢 如果是这个窗口这个选项呢 是被禁止掉的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这个 HLIWDCIIT呢 来初始化我们的这个独立开门狗 好,首先呢 在这个初始化的过程中呢 首先就是使能 我们对这个 两个寄存器的一个写操作 因为这两个寄存器呢 实际上它是写保护的 如果你不对它进行一个使能的话呢 你是写不进去的 然后呢 就是配置我们的这个预分瓶值 我们这个独立开门狗的一个预分瓶值 这个呢实际上给大家刚才讲过了 我们这个独立开门狗 它最核心的部分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器 因此呢 技术器呢 它就有一个它的预分瓶值 以及呢 它的一个重装的一个技术值 重新装载这个预分瓶这个一个技术值 好,这是讲了 这个技术值呢 重装的这个值呢 会被加载到我们这个IWDG的这个 它一个counter一个技术器里面 每次呢 当这个技术器被重新加载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这个IWDG啊 它就会开始进行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 大家看这个counting down 开始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 从当前的这个 加载的这个技术值呢 进行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跟我们上一个小时期给大家讲的 这个定时器呢 我们对这个定时器的初始化呢 是让它进行一个向上的一个技术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技术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counter狗呢 它有个说明啊 大家看这个counting down 它实际上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技术 因此它是一个递减 如果递减到0了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还没有去喂狗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它就会去对这个mco呢 进行一个复位 好 然后呢 就讲了 我们要使用这个函数 hliwdstart 这个函数呢 来启动我们的这个独立看门狗 好 这个函数的主要功能呢 这里给大家讲啊 就是我们会重新去加载 通过这个函数呢 我们会去加载 我们这个iwdg的这个技术值 好 这个技术值呢 实际上是定义在我们这个iwdgrlr这个计存器里面的 好 这个计存器呢 大家如果下了有不清楚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手册啊 然后呢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呢 会启动这个独立开门狗 并且呢 当这个独立开门狗 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是software mode 也就是它是如果是一个软件模式的模式的话呢 就没有必要去使用我们这个lsi 它的lsi呢就是一个low speed internal就是内部的一个低速的一个clock 好 这个呢会通过硬件呢 将它使用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呢 必须去 大家看啊 refresh 也就是喂狗 实际上这句话呢 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呢 必须去定时的进行一个喂狗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刷新我们这个iwd级的counter 如果我不去刷新呢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复卫 我们这个camo狗呢 就会对我们这个mcu进一个复卫 好 大家继续往下看啊 它是在一个定时的一个周期里面 好 去操作 以避免呢 我们这个mcu呢进一个复卫 那么我们如何去刷新我们这个 定时器的这个值呢 先上去调用这个函数 HALIWD激缸refresh 这个函数 好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就讲了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窗口选项呢 好 然后 那么 这个可能又有一些区别了 就是如果我们 我们我们就是用这个函数 HALIWDstart这个功能呢 去使能我们这个iwd级的downcounter 也就是向下的一个技术值 并且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函数 IIT这个函数呢 这两点都是跟刚才一样的啊 也是我们使能我们这个写这三个计存器 对这三个计存器呢 要对它进一个写操作 要必须 首先要 使能 这三个计存器 好 并且呢我们要配置我们的这个 预分屏值 以及重装的一个值 和我们这个窗口值 好 这里面有区别了 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窗口 窗口呢 窗口选项呢 那我们还要 要增加一个窗口值 这里面呢我们实际上 是使用的这个我们没有使用这个窗口选项 所以说相对呢 要简单一些 好 然后 后面呢就讲了我们这个IWDGHL 我们这个驱动呢 它的一个 红定义的一个列表 好 这个红定义呢实际上就是使能我们这个IWDG这个外设 好 这个呢 reload counter呢 这个值啊 它就是重新去加载我们这个IWDG的这个counter 好 然后 这个呢实际上是使能我们这个写访问 是使能我们这个计存器IWDG-PR以及IWDG-RLR RLR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重新装载值 reloader这个值 然后PR呢就是它预分屏值 并且呢我们在我们这个红定义呢实际上就是禁止我们的一个写操作 然后呢这个是取得它的一个标志位 好 好 这些是它的一些 版权的一些声明啊不管它 好 对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明呢 它的这个说明呢我们知道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CAMIGO呢 其实上主要就是要带用以下这几个函数 首先是我们这个初始化 HLIWDGIT这个函数 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带用这个HLIWDSTART这个函数 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大家下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代码呢下来好好的阅读一下 如果大家看啊这里面有些预分屏值 对这些值呢如果大家不清楚呢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这个寄存器的一个定义 好接着呢我们就来正式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 这边要给大家特别提一下我们除了刚才给大家添加的我们这个CAMIGO的这个CMS库函数理以外呢 我在这个Drivers上面还添加了一个HLIWDG.C的一个文件 好这个文件呢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写的一个文件啊 好这个文件呢实际上主要就是实现了我们的CAMIGO的一个初始化 以及我们这个CAMIGO的启动 好大家看一下我在这儿初始化完成以后呢就直接启动了我们的CAMIGO 以及呢我们这个喂狗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 好通过这两个初始化以及喂狗的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对这个CAMIGO的一个使用 好实际上呢这两个函数呢也是电用了我们这个CMS CMSS酷的酷函数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初始化启动 以及我们这个为Refresh刷新这三个函数 好我们还是从我们这个Main函数开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 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呢这个Main函数呢就是我们之前第二节给大家讲这个定时器实验的时候的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呢增加了我们对CAMIGO的一个支持 好然后这跟这个第二节内容不同的是呢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把这个LD0进行了一个点亮 这么做呢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这个系统启动了 好点亮 一定的延时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灯灭掉 好就表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系统呢我们这个MCU呢 程序呢开始运行了 好在这个操作结束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初始化CAMIGO的一个函数的一个调用 好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CAMIGO的一个初始化 大家看这个CAMIGO初始化呢我传入了两个参数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预分平值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reloader的一个counter 好我们看一下这两个通过这两个值呢 我们如何来计算我们这个CAMIGO喂狗的一个临界的一个时间 好我们直接到我们这个WGIT这个函数的一个具体的实现的.c文件里面 好我们看一下 好这两个传入的参数一个预分平值一个重载时间 好我们这个预分平值呢它的取值是从0到7 而我们这个自动的这个重装重装载值呢它是0到0xFFF 好我们通过这个预分平值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分平因子 也就是我们4乘以2的我们这个预分平值的这个次方啊 然后我们这个具体的时间计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tout这个值 乘tout等于我们这个4乘以2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分平因子 乘以我们这个重载时间除以一个32 好最后得到的这个单位呢是毫秒 好大家把这个公式呢可以记一下啊 然后通过这个公式呢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每次我们要喂狗的这个临界的一个时间 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喂狗呢 那么我们这个MCO就不会复位 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我们再去喂狗呢 那么我们这个MCO就会进行一个复位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这个WGIT这个函数的一个实现啊 首先这个instance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体这个参数 这个变量我们HWDG啊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它是这么一个结构体 好这个结构体呢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呢 它是定义在了我们这个IWSTM32F++HWIWDG.H这个文件里面 好对这个结构体呢它后面都有它的一个说明 首先呢这个IWGTypeDefined这个instance这个值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CAMCO基存器的一个基地址啊 这个地址呢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系统定义里面 也就是我们这个stm32F407xx.h这个图论件里面进行的一个定义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IWDG呢实际上就是大家看定义在这儿 好它对这边是一个强转 然后呢这个就是具体的它的一个IWDG呢的一个基地址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结构体啊然后呢这个IIT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些要求传入的一些参数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对这个对象情一个锁定 这个呢是当前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好在这个结构体里面呢实际上就定义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预分拼值 另外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重装值 好然后这个呢对这个两个参数呢都有一个说明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初始化函数来看一下 像我们这个初始化函数呢主要就是初始化了我们首先是 初始化了我们这个IWDG的这个基地址 把它复给这个instance 表示我们使用的是独立开门口 然后呢实际上就传递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预分拼值一个是我们这个重载值 重装在重载时间 然后呢对这两个执行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然后就调用我们这个HLIWDG-IIT这个函数 以及我们这个HLIWDSTART函数启动我们的这个开门口 好整个初始化过程很简单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初始化以及我们启动这两个过程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开门口的初始化呢 最好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初始化完成以后来进行 比如说我假设我把这个开门口初始化的代码呢 我放到这个位置 我放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时候呢 后面会有一个点灯的一个延时 像这个延时过后呢 假设我的这个开门口的这个临界值啊 它可能是个500毫秒 比这个时间要短 那么这个时候呢 系统可能就复位了 因此呢最好把这个开门口初始化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所有初始化的最后面 好 然后在这个wire1这个循环里面呢 我们就只做了一个事情 也就是我们这个喂狗这个动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喂狗的这个 具体的一个实现啊 像喂狗很简单 就调用了我们这个hliwgrefresh 这个函数 并且参数呢 就是传入了我们的这个参数 这个comgo相关的 一个结构体的一个参数 好 整个代码呢 下面呢 就对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运行 好大家看我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开发板已经连接好了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个编译 好编译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进一个下载 点击这个low的 把这个代码下载到我们这个flash里面 好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摄像头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按下我们这个复位按键 好大家看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红灯亮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绿灯开始闪烁 这个绿灯闪烁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定时器 中段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led0进了一个点灯 然后这个红灯常亮呢 就是这个这一段代码 好 我们这个led 我刚才是那个中段里面 我们是对led1 进行了一个点灯和灭灯 那么这个常亮呢 启动的时候常亮呢 实际上是led0 进行了一个点灯 然后呢 延时一段时间以后把这个灯关掉 好 然后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呢 这个led0呢 它没有在亮 就说明我们这个系统呢 正在正常运行 没有被复位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喂狗啊 我们把喂狗这个 这段代码给它去掉 好 我们重新编译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不喂狗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同样的我们再把代码呢 下载到我们这个flash里面 MCU内部的flash里面 好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好 还是按下复位按键 好 大家看这都是个系统启动了 好 大家看 系统启动以后呢 我们现在运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呢 这个灯刚刚灭掉 然后呢 这个灯又亮了 实际上呢 在代码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为什么这个灯又亮了呢 我们这个led0又亮了呢 说明又 系统呢 被复位了 然后重新呢 调用了我们这个启动时候 点灯这个代码 因此呢 就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情况 表明我们这个 看门狗呢 实际上我们 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喂狗 这个看门狗呢 它就起作用了 它因为没有检测到喂狗的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 这个时候呢 就被复位了 好 因此呢 我们这个看门狗的演示呢 就到这儿 然后实际上呢 对我们这个看门狗啊 看门狗的这个喂狗的一个操作呢 大家注意下来 这个喂狗的动作呢 一定要放到我们这个系统 每次它都要运行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才不会出现因为程序正常运行而导致的这个系统的一个复位 只有在程序死机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程序运行到比如说这一段代码的时候 它死掉了 那么或者是我后面如果还有其他代码呢 它运行到其他代码它死掉了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去喂狗 那么这个时候呢 系统就会复位 从而避免呢 我们这个单片机呢 它一直处于一个停止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这个小节呢 的主要内容呢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啊 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呢 是希望大家利用我们这个开发版呢 实现如下一个功能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定时器实验 我们利用这个定时器呢 实现一个定时一秒的一个输出 那么输出是通过我们这个窜口进行一个输出 然后就输出这个系统运行四个字 好 并且呢 我们 要实现一个窜口数据的一个接收 如果我们这个窜口收到了 Reset 这个Reset大条件都可以啊 如果我们收到这个字符 这五个字符啊 五个字五个字的一个字符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Common Go 把这个开发版 进行一个复位 也就是我们收到Reset以后呢 我们就停止wago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开发版呢 就会做一个复位的一个动作 好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验啊 就要求我们 对我们之前学习这个窜口 以及定时器 还有Common Go呢 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实验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